双世宠飞二要大结局了 剧中每个人都即将迎来自己的归宿 不管是爱得彻心彻肺的八王爷和曲小谭 还是慢慢黑化的大王爷 就算是剧中的反派人物 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结局 这其中就包括黑妹使眼的曲夫人 曲夫人在双世宠飞二中的镜头并不多 而她一出现 基本都是一副丑陋的面孔 尤其是第二十集 为了对付曲小谭 曲夫人摇身一遍 化身为孩猪格格中的容嬷嬷 拿着尖尖的真实劲的往静心的身上扎 那很绝的表情 在配上狮子后 很多粉丝觉得 曲夫人绝对是获得了容嬷嬷的真转 双世宠飞二中 曲家除了曲小谭 都是反派 在八王爷和曲小谭的追爱路上 曲家的人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而在来自于家庭的阻力中 无疑曲夫人是最明目张胆的 曲夫人不是曲小谭的亲妈 所以她是看不得曲小谭有任何的好 尤其是当自己的宝贝女儿曲塔的幸福受到曲小谭威胁时 曲夫人对待曲小谭绝对是能下了狠手辣手摧花的角色 一个角色 如果能让观众讨厌或者痛恨 那说明演员的演技是到位的 就像双世宠飞二中的曲夫人 虽然戏份不多 但却每每出场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点 曲夫人的饰演者 黑妹功不可没 说起黑妹 观众更熟悉的可能是她在舞台上的形象 黑妹出演过很多小品 甚至几次登上央视春节晚会 一张邮票 将心比心 队长等小品给我们的春节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笑声 除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演了很多小品 电视剧方面 黑妹也出演了家有儿女 张小五的春天 首尾书记等多部电视剧 而这次黑妹出演双世宠飞二的曲夫人 卫行招邻 良洁配戏 自然也是表现不凡 双世宠飞二还没有结局 但曲夫人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了 丈夫曲大人黑化 已经自食恶果死掉了 女儿曲帕尔为了救自己心爱的男人 也选择了死亡这条路 一夜之间 曲夫人失去了依靠的丈夫 失去了心爱的女儿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即使她在嚣张跋扈 这样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就像曲帕尔轻易地选择了死 对于有些人来说 死亡其实很容易 但痛苦地活着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曲夫人 虽然她做尽了坏事 但终究她只是一个可怜人 或许这样的结局 对曲夫人已经是最大的惩罚 后半生没有了仪仗 还要深陷在想念丈夫和女儿的痛苦中 而且她心里可能还掺杂着对曲小谭的恨意 深深的嫉妒和无可奈何 这样的后半生 痛苦 绝望 无奈 这对于一个女人 一个母亲来说 的确是最悲惨的结局了 双世宠妃二即将大结局 不知道曲夫人会不会有反转的剧情 小编觉得很难 文晨曦微凉 wurden跟女人的解除恨意 绝望 能不能干涉 是对的 听不懂 在这终究院